字幕君 弟弟 我们毕业了 嗚 吹一遍 再一回头 然后就扔帽子 再扔帽子 然后找到头 再给我来 后头同学开启啦 毕业了啊 今天我们开的这场场景 就是我们大家毕业了 我比较遗憾的是我的大学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间不多 所以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 在读大学的时候 这一切都是特别特别美好的 非常美好的 所以说有些事情都是过了以后才知道去珍惜 我印象深刻的一场戏应该是集体自业照那场戏吧 就在这个戏里面完成了我这个梦想 是我第一次去穿那个雪红布 然后所以感觉 所以我觉得自业是一种成长 然后也是进入一个新的思维 上学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地把这次的成熟 但是我觉得怎么都会有意思 就是我怎么 你如果再让我回去 我觉得然后过完这四年之后 我还是可以 没有毕业 其实对我来说 因为身边的朋友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段青春 每个人心中也有自己曾经在青春时机 对今天的幻想 对明天的向往 无论你现在是怎样的 2015之四花开都可以让你重新站好 我等一片心中的阴阳 好让自己在青春时机 所以青春永远不是要去还原 明天的爱是 我只要享受你 我觉得没有遗憾 我的心也没有遗憾 今天我们一起唱 陪你在路上 走 走 二生的拥抱 一生的拥抱 一生的微笑 忍着眼泪彼此处复你 我今天就会对自己喜欢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